为更有效的在地底环境进行保安搜查 警方试用远程遥控车来探测爆炸物和其他危险物件 除了能够省下超过一半的人力和时间 也确保警员的安全 来看记者陈云儿的报道 一一翻查贵宾室的每个角落 确保没有爆炸物或其他可能对安保造成威胁的物件 保安指挥处的警员一丝不苟的进行任务 确保本地政要和来访外宾等重要任务的安全 在以往保安指挥处的警员都会通过这样子的人力方式 在重要人物出席的场所附近进行搜查 如今他们开始使用这样子的遥控车 希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警方自2019年起 在国庆日和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个重要大型活动 适用mini-X遥控车 并根据实际需求和反馈 同内政科技局合作改良功能 mini-X人很轻松地扫描 而在面对如屋顶等难以触及的搜查范围 保安指挥处警员也会通过无人机获得实时监察 当局将对遥控车的科技进行改良 并增加使用频率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云尔报道